今天我们来用多功能电锅煮麻油花雕鸡 对了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叮当键哦 麻油鸡其实是古代唐朝的养生料理 能气寒看老保健等 继60-80年代台湾的米南西把这道麻油鸡摇身一变台湾美食之一 其实做法不难,跟着我用电锅煮比台湾的阿嬷煮更好吃 那么首先把内锅放入,盖上内锅盖 然后倒入四分之一杯的清水在外锅里 然后把锅盖盖上,按下开关煮 那很快的不到一分钟就冒烟滚了 马上的把锅盖和内锅盖打开 把麻油两大茶匙倒入内锅里 然后下老姜两块切片的 再用锅铲把老姜片和麻油翻煎 煎至闻到麻油和姜的香气 或者是煎至姜片稍微的变深色 然后把土鸡一只1.6公斤的洗劲长块的放入锅里 然后用锅铲把鸡块搅拌稍微的煎一下 切记把鸡肉都裹上锅里的麻油 然后把花雕酒600毫升的倒入 然后再把清水200毫升的也倒入 再用锅铲把花雕酒和清水完全的和鸡肉混合 把内锅盖盖上 然后在电锅外锅加入一杯水 这杯水就是等于电锅烹煮时间35到40分钟 对了,记得用汤匙将内锅调整放在锅中央 这样煮出来的食物受热比较均匀 然后把锅盖盖上按下开关煮就可以了 大约35分钟后电锅会自动关煮 先别开开,继续焖10分钟 焖10分钟后把锅盖和内锅盖打开 将调味料盐1茶匙放入汤里搅拌就完成了 这就是一道麻油鸡香中带着花雕的甜 喝一口满口酒香的麻油花雕鸡